要猖狂 三層防護 不是醫療等級 沒有效果 東西不用回來 錢退你 口氣十分囂張 在網路大喇喇直播賣口罩 強調醫療等級 而且備貨量 號稱達三萬個 一千五百塊 一百個 我是發災難財 國難財的達人 好不好 等於一個15元退 高暴力 超高暴力 一片五元的口罩 三倍價格賣 儘管遭許多網友踏罰 但這名誠信直播主 還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不過這下他踢到了鐵板 25號調查局搜索 誠信直播主 位在新北市板橋的營業處 以及桃園龍潭直播點 發現電腦有大量網路訂單 買家付款進入和出貨單 約談這名誠信男子 以及和他一起直播 賣口罩的哥哥 和蔡信男子共三人 我為我自己所做的行為 負責任 我為我自己所說的話負責任 話說得很滿 但囤積口罩 烘抬價格 以涉嫌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加上醫療口罩 必須要有藥傷許可證 才能販售 否則將違反藥事法 可處三萬到兩百萬元的罰還 提醒民眾千萬不要以身觸罰 記者黃亦凡 陳載儀拍表道